一星期一本书 有一回和好友S一起去参加活动 结束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 我俩都饿得不行 全心全意盼着饱餐一顿 特地选了一家不错的餐馆 他的助理去前台点了餐 结果随后上一桌子菜全是蘑菇 干锅茶树菇 香菇西兰花 芥末金针菇 军菇排骨汤 每上一个菜 S就问助理 你不知道我不吃蘑菇吗 助理说 蘑菇多好吃啊 真的 你尝试一下 我最爱吃蘑菇了 S屡次举起筷子 五处下手 最后只好又加了一个酸汤鱼 但是鱼也不够味 S边吃边疑惑 怎么一点都不辣呢 助理说 我嘱咐过他们别放辣 我不吃辣 S欲哭无泪 可是我吃啊 当时助理同学还在试用期 而S此前已经对他颇为不满 正值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 这场蘑菇宴彻底给他俩的缘分 划上了句号 S很快换了新助理 前两天 我去他公司见了一次 小姑娘挺机灵的 眼神里满满的体贴 中午 我们一起去吃饭 姑娘点了几样菜 都特别合我俩的胃口 我大赞 S也身表很满意 比蘑菇君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小姑娘不解 什么蘑菇君 S笑这是一个忧伤的梗 你不用懂 但是你要知道 点菜是个技术活 不会点菜的人是没有未来的 俗话说 一个人好不好吃顿饭就知道 我倒觉得有时候 根本不用吃饭 一个人什么样 点个菜就知道了 点菜看品性 自己爱吃蘑菇就点一桌子蘑菇 自己不吃辣 就所有菜都不许放辣 这样的人 无疑就是自私 自我强势霸道的 他的世界里 都是我我我 考虑不到别人的感受 就算你清清楚楚告知 我想吃辣 他们也会固执己见 因为人家就是觉得 自己无敌正确 全世界都必须以他为准 如果你的老板 或者老公老婆 是这样的人 你就有罪受了 要是你下属是这种 除非你愿意每天被砌成热气球 否则吃完这顿饭 就跟他各自飞吧 点菜看情商 有些人是很在乎别人的感受的 可是常常越想迎合 越迎合的一塌糊涂 有次我出差 当地的一个朋友请吃饭 约的是一个不错的餐厅 格调蛮高的 但是菜名都急去熬牙 诡异得很 他让我点菜 我艰难地点了个青菜 想剩下地交给他 他不干 强烈要求必须我点 我就为难了 一来我跟这家餐厅部署 不知道什么菜好吃 二来也不知道他准备花多少银子 宴请我 点太好可能超出他的预算 点太差大家又吃不好 最后我勉为其难地点了仨 但是他说都不好吃 然后全换了 那么仁兄 你最初逼着我点的意义在哪里呢 此事至今仍是我人生里的一个谜 点菜看水平 同事佐佐和相亲对象第一次约会 男生就点了两个猪蹄 一份鸡爪 还一直劝他吃吃吃 佐佐实在不好意思抱着啃 几乎一口没动 硬塞了一碗米饭果腹 而就在昨天 他们两大家子人一起吃饭 那个男生点了一堆肘子 大肠红烧肉 每个菜都飘着厚厚的一层油 佐佐说 奶奶年纪大了 喜欢吃素的 男生说好好好 然后加了炸藕盒 最后一桌子菜吃了不到三分之一 全家人回来都说太油了 佐佐分手的心都有了 这男生一腔热忱 苍天可见 但是实在太没脑子了 但是有人点一桌子蘑菇 是因为自己爱吃蘑菇 而有人点一桌子大肥肉 完全是因为笨 不会搭配 不懂规则 没有常识 这对于一个成年人 简直是不能原谅的 如你所知 请客吃饭对中国人 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 人们特别喜欢 在饭桌上谈感情 谈事情 同时不动声色地去了解一个人 而这一切 基本从点菜就开始了 一个特别会点菜的人 一定能大大提升别人的好感知 虽然只是几分钟的小程序 但闻起来全是智商 情商的味道 那么该怎么做得好一点呢 以下六点 共参考 第一 朋友同事间的聚会 让大家每人点一个比较好 如果是你做东 你最好先点一个比较重要的菜 让别人大体了解你的预算标准 好明确自己的选择范围 第二 如果有长辈领导 或者其他重要的人在场 要请人家先点 比如 你和父母请女朋友的父母 那么请点菜的顺序 是对方父母 你父母 女朋友 你 你和领导 宴请别人上下级 也同理 第三 如果对方推辞不点 你可以挑出两三个 他可能喜欢的重头菜 让他选 这等于把烧脑指数 从阅读理解 降低为单项选择 会让对方从容很多 第四 如果对方真心不愿意 或者不方便点菜 一个也不点 那你就要通通快快地独立完成 千万别过度谦让 推来推去烦死人 第五 如果你全程负责 就必须考虑周全了 首先 一定要顾及全场 注意 是全场每个人 有老人要考虑老人的口味 有小孩 要照顾小孩的需求 同时要了解大家的忌口 未必每个菜都适合所有人 但必须保证 每个人都有合适的菜 其次 所有的菜都要搭配合理 可能的话 要有荤 有素 有甜 有咸 有冷 有热 有干 有汤 总之 要尽量全面 同时要注意食材不重复 别弄一桌子十个菜 六七个都是牛肉或者土豆 第六 如果你是被宴请方 人家请你点菜 最好你要选一款中等偏下价格的 剩下的交给对方 如果对方实在困惑 你应该协助他完成 人家要是问你忌口 该说要说 别等别人点完了 你不吃这不吃那的 好了 有没有get到重点 是不是非常约约欲试 转发这篇文章到你的朋友圈 并大声呼喊 谁给我一个机会点菜 让你的明天 香辣起来吧 今天晚上 要跟你分享的内容 就是以上这些了 感谢你的聆听 我是海音 想要听到我的更多声音 可以在文章的末尾处 找到主播简介 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 听海音 或者在微博孟海音 找到我 祝你晚安 等你哦 以前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获 躺在高高的古堆上面笑着 我穿过青黄的麦田 去给稻草人唱歌 等着落山风吹过 你从一座角窝的小镇经过 刚好屋顶的雪 化成雨飘落 你穿着透明的衣服 给我一个人唱歌 全都是我喜欢的歌 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 等候鸟飞回来 等我们都长大了 就剩一个娃娃 她会自己长大远去 我们也各自愿去 我给你写信 你不会灰心 就这样吧 一千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获 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获 在高高的古堆上面笑着 我穿过青黄的麦田 去给稻草人唱歌 等着若山风吹过 你从一座角窝的小镇经过 刚好屋顶的雪花成雨飘落 你穿着透明的衣服 给我一个人唱歌 全都是我喜欢的歌 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 等候鸟飞回来 等我们都长大了 就剩一个娃娃 她会自己长大远去 我们也各自远去 我给你写信 你不会灰心 说好了吧 去大草原的湖边 等候鸟飞回来 等我们都长大了 就剩一个娃娃 她会自己长大远去 我们也各自远去 我给你写信 你不要灰心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